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8年500多个孤儿 他是孩子们共同的养爷爷 一次偶然际遇 一个特殊群体格外牵动人心 他是几乎不说话的 跟自己的同伴 就是从寝室那都不怎么改召了 幼小的年纪 无奈的遭遇 回来帮他们走出困境 高墙外的期待 我建议正在不出 这里是湖南省常德市阳光孤儿院 共52天 孤儿院的50多个孩子 放学回来一起吃午饭 他叫杨绍军 是这所孤儿院的院长 作为这个大家庭最大的家长 只要有时间杨绍军一定会跟孩子们一起吃饭 杨绍军是全国第一个个人出资清淡孤儿院的人 1996年 他用自己的全部积蓄和16万元借款 创办起了这所阳光孤儿院 18年来 孤儿院共收养500多名孤儿 杨绍军因此被评为第二届全国道德模范 并连续当选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下午一点 孩子们陆续吃完饭 回到了宿舍休息 此时 有九个孩子 却跟着杨绍军院长 一起上了一辆大巴车 今天下午 他们要去一个特别的地方 湖南省德山监狱 想来说如果去看爸爸的话 就跟他说一下奶奶很想他 对你来说 奶奶很想他 你也想他吧 想 想 对你爸爸有什么要求啊 就让他在里面 好好改革早点出来 不错 这个孩子名叫黎则生 今年十一岁 今天 他要跟着杨绍军院长 一起去看望自己的爸爸 2004年 黎则生的爸爸 因为贩卖毒品 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 目前正在德山监狱服刑 同黎则生一样 车上的其他八个孩子 也有着相似的境遇 我两岁多 他就走了 然后四岁那样子 他就进监狱吧 爸爸是大概 还有很长时间能处 目前说还有六七年吧 还有六七年 他已经多少年了 那就是说一零年 2008年的时候 我收到了一个复刑员的一封信 他说 这个他已经复刑了 家里面就生三个孩子 那就靠他的这个八十多岁老母亲 来供养他们这三个孩子 就是可是生活特别困难 两个孩子已经脱血了 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就要养人了 收养他的孩子 这封特殊的来信 引起了杨绍军的注意 他当即赶到了 这名服刑人员的老家 看到那个情景以后 的确是如此 我整个我看到那个家当啊 还没有一别关系的家当 就是几个专头啊 就登了国旗的一个枣 枣上面就过了一个 一个楼罐 饭的楼罐 一个小锅 看到这种情况 杨绍军与孩子的奶奶商量之后 把孩子接回了阳光孤儿院抚养 而这件事也激发了 他对服刑人员子女的关注 尤其是当面对一些 特困家庭的孩子时 杨绍军的感触更为深刻 服刑人员的维承年子女 确确实实 他们比孤儿还要苦 为什么呢 第一个问题 生活作乐 和孤儿是相等的 可是社会上对他们的谈讨 还是有点歧视的 为了帮助更多的孩子摆脱困境 2009年 他在湖南省监狱管理局 和常德市民政局的支持下 以阳光孤儿院为依托 专门成立了一个阳光抚育中心 目前 抚育中心已经收养 60多个服刑人员子女 这些原本衣食无助的孩子们 重新找到了家的温暖 这是谁的床 这是谁的床 你们床带啊 你们都是一起发的是吧 哪个位置是你 哪个女的 我觉得有点乱是吗 没有 其实还有更好的 我看一下更整体的 哇 这个的确收得很整齐 这是谁的 这是张惠敏的 这么起言的 对一个同学的 哇 好多玩具 对 这平时是自己叠 还是人帮你 自己叠 还这么说 除了衣食住宿 他们上学所需的一切费用 也全部由赋予中心承担 现在我们在楼梭孩子当中 就是我们光培养 这个大学生 我们现在都是培养 十个学生 那是一本 杨小军知道 对于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 最为牵挂的 就是他们的父母 因此 他今天特地带着 抚育中心的几个孩子 去离长德市区不远的 德山监狱 探望他们的父亲 同时 他也想利用这次机会 为自己即将向今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提交的一份建议 做准备 然而 大家没想到的是 接近刚开始 就发生了一个 意想不到的状况 好 来 义思生找了两圈 还是没有找到爸爸的身影 经过与生意民警的沟通 杨少军了解到 原来黎泽生爸爸所在的监区 因为有活动耽误了一点时间 他现在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五分钟后黎泽生见到了爸爸 看着孩子们与爸爸平静地聊着家常 杨少军说自己非常开心 他说对于复兴人员和他们的孩子来说 这样的平静其实是一种非常难得的安心 在他们内心深处 最渴望的就是这种 接近正常家庭的温馨与平和 而能达到今天这样的效果 是杨少军与监狱管理人员 一起努力了很久的结果 在杨少军的记忆里 孩子们第一次和父母见面时 完全是另外一番场景 和谷刑的谷刑 我想你 每天想你 你姐姐想你 你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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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一次去看 他当时的一想办 那是包裹的大库 他因为是好久没去 有孩子又很想 盼望他的爸爸妈妈 盼望他的爸爸妈妈 他爸爸妈妈又很想 见到他的孩子 是吧 又没有这个机会 像一个长递一日 他就很正常了 走上一个正常的循环 所以心态很平衡 通过阳光抚育中心 与监狱民警的共同努力 孩子们与爸爸妈妈 一度中断的情感连接 再次变得紧密 这不仅对孩子的心灵大有安慰 对他们父母亲的改造 也是一种非常大的鼓励 我这个小孩子 至于睡多个小孩子 我就进入这监狱 当时我的新经年 那年 抵达到医疾 那我2008年 从监狱的人帮助 和养人照顾我的小孩 我每个后顾自己一心 踏实盖上一步一步就行 分得赶心赶了 六年八回星期 到明天 我星期就满了 他对他的子女的关怀 是他的一个根本的问题 你把他的这个问题解决了 那么对他在监狱的改造的问题 也就解决了一大部分了 从2009年成立至今 阳光抚育中心 与湖南省监狱管理部门合作 摸索出了一套 帮扶行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成功经验 然而 杨绍军知道 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已经有限 全国还有很多孩子 依然身处困境 据湖南省监狱管理局统计 截至2013年8月30日 湖南全省监狱在押 扶行人员的未成年子女 共10,577名 其中 当前监狱人 无正常收入的 为988名 占9.3% 有310个孩子 未完成义务教育 就已经辍学 占3.65% 以上调查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在扶行人员的未成年子女 这一群体当中 很大程度上 存在着家庭经济困难 失血流浪现象严重 兼顾不利等情况 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重视 因此 身为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杨绍军将关注高墙外的留守儿童 写进了自己今年的建议 为了让这份建议更加充实和完善 杨绍军在德山监狱 召开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 希望借此听到监狱管理部门和扶行人员 最争取的想法 你讲你的真实思想 这就好办事了 要讲真实思想 真实思想他就是想要小孩 都想问父母 他们的爸爸来都做了 还有每天摸着一些口 或者是他们能够 无人不有问题能够改变 而另一位扶行人员最担心的是孩子的心理健康 实际上这也是杨绍军最关注的一个问题 他在和孩子们接触的过程中发现 保护他们的心理健康 原体解决温饱 更加艰难和迫切 我知道的有个小孩子 他是几乎不说话的 然后也不怎么跟别人打交道 就连跟自己的同伴 就是同情 甚至都不怎么打交道 所以我们就受监了以后 就进行了心理收到 通过我们这么一收到以后 教育以后 这些孩子还是有一定的转变 因此在今年提交的这份建议中 杨绍军格外强调 对扶行人员子女心理健康的关注 他呼吁全社会 尤其是教育部门 为孩子创造一个平等健康的成长环境 在教研中 德山监狱的民警们 也向杨绍军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他们发现 单纯依靠监狱的力量 来对扶行人员子女的生活状况进行调查 存在很多困难 进而影响到下一步的帮扶工作 针对这一情况 杨绍军建议 应当健全基层司法所的职能 使司法所成为相关部门 与扶行人员子女沟通的桥梁 我知道我乡里面有好多附训员 好多田困 维承的资助 统计起来以后 他就可以因地 因人 因实际情况来 跟政府可以报告 3月3日 在湖南代表团驻地 我们见到了来京参加 12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杨绍军代表 今年 除了关注高墙外特困留守儿童这一建议 吴宝货的大兵救助问题 也是他关注的重点 他就吴宝货 得到大兵以后 他因为 他是有的 一保有以后 或是他要先交钱 交钱了以后 再去元金去 吴宝货他那里有钱交 对不对 他根本没钱 扶你员也没有钱 交钱了以后 你把钱交了 把病整好了以后 再拿发票去报销 你看这个程序就不行了 因此杨绍军建议 国家应当针对类似吴宝货这样的特殊群体 出台一些特别政策 保障他们的生活 连续担任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以来 杨绍军共提交建议议案四十多届 2013年 他提出的救助因疾病而治平的家庭的建议 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回去以后是楼月份就回复了 楼月份我们的民政部长到我那里去了 去座谈这个事情 座谈这个事情以后听取意见 说是很重视 他也调查了当地的这种支出型的困难户 最近就是这个月 二月份 二月份我看到 国务员出台了这个条件 2014年2月21日 国务院颁布了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这是我国第一部 重筹各项社会救助制度的行政法规 它将最低生活保障 受灾人员救助 医疗救助和临时救助等八项制度 作为基本内容 确立了完整清晰的社会救助制度体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